我们再讲主要就讲解一下关于MySQL当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备份和还原 首先是MySQL当中这个备份 这个备份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去备份 第一种呢我们使用我们的一个MySQL DOP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它可以去备份 第二个就是直接复制整个数据目录 第三个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热备份 这种呢主要针对的是Linux在那个图片下面 那我们使用来看第一种就是我们的一个MySQL DOP这样的一个命令的一个备份 这个命令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一个安装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进我们这个安装目录 我们找一下 在MySQL然后这里面有个bin 在这里面它实际上是提供了我们的一个备份的一个工具 这个备份这个工具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找一下 就是MySQL DOP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我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命令当中 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落实环境下面来 好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命令 它实际上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这个工作原理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它首先需要查询出 我们需要备份这个表的这个结构 我们把这个表的结构 我们现在给它备份出来 备份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给它生成一个quare的语句 这个语句的话就是针对这个表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语句 然后这个表里面它肯定就会有很多数据记录的 那我们这些数据记录的话 它会给它转成这样的一个insert语句 然后我们进这个insert语句的话 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数据 那么它的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的话 它是一个首先我们利用的是mySQL DOP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后面就是-u -u就表示你的一个用户名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密码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是 favor是哪张表 那么这里面favor是哪张表的话 它是因为某一个数据库下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 mySQL DMP这个命令当中 我们去favor一下 比如说我们favor 然后是root 然后我们干拼 然后是一二三 然后我们favor是 比如说我们favor是company这个数据库下面的 然后我们是empress这张表 然后还有一个title title在那里表 然后我们favor到哪一个地方呢 我们favor到我们的一个D盘 比如说favor这个D盘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有这样的D盘 favor到D盘当中 比如说我们D盘的某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buck.shocker 这样的一个文件当中 然后输入名 把这里面我们重新执行一下 重新执行一下 favor是我们可以先不输入这个密码 然后再输入一个密码 一个favor 我们把这个表 因为这个两个表之间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逗号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备份一下 这里面备份之后 它也不会有任何提示 它只会进入到下一个光标当中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一个D盘当中去找一下 这里面就有一个buck.shocker 我们打开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备份了 这里面都是通过我们刚才的一个备份 在那个工具给它 把数据给它备份出来 那么这个备份的时候 这里面它有这样的计刃代码 我们了解一下这计刃代码的意思 这里面这个备份 它会先备份了是我们这个数据库表的这个结构 那么备份这个数据会表达这个几个备份之后 那么它在备份的是我们的一个 插入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多少条数据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条数据 那么它就会把这些数据 以insert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备份出来 那么在备份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锁表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它备份的时候 它会先把你这个表给你锁住 那么这个锁来是一个斜锁的一个锁 然后只有把这个表的这个备份完之后 那么它才会一个检索这样的过程 同样的后面的这个title也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是我们关于的一个备份 那么在这里面备份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备份多个数据库 比如这里面就不止一个数据库 或者说我们备份一个数据库当中所有的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改一下 把刚刚这个给改 给他改成我们复加表名 就是说我们只备份是这个数据库里面所有的表 那我们就把这个amplice 判断掉 我们这里面就只输入一个数据库名字 那么复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名字 就表示我们备份的是 这个数据库下面的所有的表 以及这些表当中的所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备份 然后这里面它估计会有一些提示 这个提示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们之前在创建仕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创建这个仕图引用的这张表已经被删掉了 那么它可能在这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 那么即便出错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它的一个备份 这里面这个备份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 它备份的时候它不仅只是备份表它也备份试图 但是这个备份试图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可以进去我们不编码这个数据库 下面的这个试图我们先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就use companies这个数据库 行程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我们之前的这个试图改三调 做谱 我们是 vtt这个试图 好三调之后我们再来对这个数据库进入备份 好这里面备份之后我们再去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它就会把我们这个数据库当中的所有的表和我们所有的试图全部给备份出来了 好接下来看 那如果说我们备份的是所有的数据库 也就是我们这个说个服务器当中我们想把它所有的数据库全部给它备份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命令就是这个命令哈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去把这个数据库 也就是说把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下面的所有的数据库都进入备份 那么就是my software gmp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 -u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root 然后我们是-p 好这里面所有的数据库的话 它就是一个-wall 然后是一个databases 然后备份到比如说我们备份到也被给它备份到一个低盘 比如说我们备份到 all.socker在那个文件当中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这个 这里面是两个横杠 加上哈 因为这一个 在我们都是环境当中 一个和两个有的时候这儿看的不太清楚啊 这里面我们改改成两个横杠 然后改成两个横杠之后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可选项 这可选项就告诉你 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库 服务器下面的所有的数据库进一个备份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 输入之后 那我们现在只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话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提示符的话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备份的一个目录下面来 这个呢 Wordia说过来就是我们刚才把我们这个数据库 服务器下面所有的这个数据库进入一个备份的一个语句 那么这个语句的话 我们就会首先它会创建 回对的base 然后创建这样的一些半个这个数据库 然后创建这个半个这个数据库之后 那么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对它的一些特殊数据 那么它都会有的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备份 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 那我们拿这个备份之后 如果我现在想去还原我这个数据库 比如说我把 我的一个nplus这个数据库给删掉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nplus这个数据库删掉 或者说是我们把这个company这个数据给删掉 把这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删掉之后 那我们现在想对这个company数据库进行恢复 这里面我们之前是背负的是 company这个数据库 那么现在想从这一个当中去恢复 那么要恢复的时候 我们先要去了解怎么去恢复 那么这个恢复实际上就是我们还原这个数据库 还原这个数据库 我们使用的这个命令 就是一个mysocker的一个就是还原 那么这个还原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这种 就是直接进入到 比如我们之前是这个数据库 这里面我们就进行这样的还原 还原的话那么就是一个mysocker 然后就是一个-u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root 然后-pin 而这里面就是一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永远没有 那我们就直接比如说叫company的数据库 company的数据库 然后它还原于那么还原就是小鱼 这个小鱼这个键的符号 它来源于哪个数据库 比如说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第一盘 buck.socker 因为之前把这个数据库已经删掉了 我们在还原之前我们先去我们这里面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链接客户端当中 我们去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数据库 有没有这个company的这个数据库 现在是没有这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 那我们还原之后我们来看 这里面重新把这个company把它给去掉 需要这个破货 然后宿命令 这个database这个数据库我们还没有创建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还原的时候 因为之前 我们这个还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语句给加上 把这个语句给加上 把这句语句给加到我们的这个buck最顶部当中来 这个呢我们就给它选择是一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 选company这个数据库 而选择之后我们再出再再进一个还原啊 我们这里面在还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选这个数据库了 我这里面就不需要这个数据库 那么就直接再进一个还原 那123456我们还原一次 这里面我们还是还原的是 company的数据库 好这里面我们就给它还原成功了 还成功之后我们在 这里面我们再去查一下 我们刚才还原的 现在已经有这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 这个company数据库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所有的文件去还原的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还原 总结下我们这讲的小节 我们这讲实际上主要就是讲了 一个常用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的一个buffer 数据的一个buffer 这个数据buffer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mysocker dmp这样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我们刚才实际上也看到了 那么这个命令它的一个用法 主要要根据它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是还原一个数据库 还是还原多个数据库 还是还原一个数据库下面的一张表 或者说是多张表 然后这里面它的一个语法结构 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还原这个是company这个数据库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buffer是company这个数据库 buffer这个company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mysocker dmp这样的命令 然后我们把它还原到哪一个文件下面 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是之前没有的 那我们buffer之后 那么就会存在那个文件 那如果是还原呢 还原到这个操作的话 它实际上是否我们刚才 把之前通过我们这个mysocker dmp这样的命令 背负了一个socker文件 还原到我们的一个 数据库当中去 那么还原它的一个命令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通过mysocker 然后-u 然后后面就是跟上我们的一个用户名 然后-p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还原到哪个数据库下面 比如这里面我还原到是一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下面 然后在company数据库 如果说之前你的这个还原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语句 就没有什么语句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语句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创建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语句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们把company这个数据库是完全删掉了 完全删掉之后 它就没有这个数据库 那我们就需要加上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加上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不存这个数据库 我们就给它创建 创建这个数据库 那么创建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库 保验到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下面 这就是我们这家所讲的主要内容 好 好